第四十八屆電視金鐘獎得獎名單在前天揭曉了 那麼這是台灣演藝工作者 設為最高榮譽的一個獎項 那麼在演藝圈裡面呢 素有模仿天王稱號的郭子乾 十年前他也曾經以模仿節目來 咏奪最佳主持人獎 不過你可能不知道他身後的模仿功力 竟然是從小來看殺蛇秀 還有學教官講話練出來的 有沒有信心 有 聽不懂 有沒有信心 有 幫我承認這個好君 有沒有信心 有 這五十一我喜歡 現在我來抽手君哥來顧武士忌 你發音 郭子乾 叫我來發音 剛出道的郭子乾在連環砲裡演出 那麼就常模仿五專教官的形象呢 那麼以諧星來迅速竄紅 不過在人生最低討的時候 他不只淪為通告藝人 還遭受離婚把擊 但郭子乾沒有放棄演藝錄 開始專攻模仿演出 果然一炮而紅 像他所模仿的郭濤 蘇貞昌 還有陳定南都是微妙微笑 還曾經創下十年模仿五百人的驚人紀錄 讓後輩們都望惜向悖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